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我發現最近自己愛上了拍這個聊天化妝片 所以我今天會用一些新買或新收到的化妝品去化一個全妝 期間會跟大家說一個我覺得有點心酸的題目 今天的題目就是用我自身的經驗怎麼可以憑不同的蛛絲馬跡去發現自己另一半去偷食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個步驟我也是用遮瑕膏去遮黑眼圈 大家有沒有試過自己的另一半曾經經歷過有第三者或是出去偷食的經驗 我自己是試過一次的 當然不是說現在的男朋友 是已經分手了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的第六感也挺強的 所以今天就說一下究竟我發現了什麼 我這個戲剪粉撥是不是很漂亮 在大陸的mini-soul有得買的 而粉底方面也是用我在7月最愛說過的一個組合 就會是Dior Backstage的Face & Body Foundation 以及Explorer的Big Glow Foundation 我喜歡用它們兩個混合起來 一起塗在臉上 那時候第一件事令到我去注意到 另一半男朋友是有點不同了 就是她開始注重移用了 如果你的男朋友本身是一向都注重移用的話 那就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一起了好幾年 之後從來都是很傻的 然後出街亂穿衣服 最近為什麼上班呢? 好像GEL頭GEL的痕了 或者跟哪些朋友那天出街 是整齊的和完全是兩個人的話 那時候我就有一點點Alert 因為一個男生去追女生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女生 不要說一定是男生偷食 或者是女方偷食的話 總之你有新的對象 都會去顧一下自己的形象 所以這件事是頗值得去留意的 然後再用一個淺色一點的遮瑕膏 因為今天眼袋很厲害 先黏了 然後我們上一層碎粉 我在這個家裡用的就是SUKU的碎粉 其實SUKU的碎粉就不太控油 所以大家如果夏天會出油 就不是一個首選 但因為我都不太會出油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輪到滑眉的部分 都沒有新的東西 所以會繼續聊天 剛才是講開易容 第二個我覺得值得留意的 就是你另一本開始買衣服買多了 我覺得女生比較難看 但如果在男生方面 應該都很明顯 因為我發現很多男生都不太買衣服 我有好幾任的男朋友 他們的衣服都是由中學穿到現在 包括我現在的男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神外套 是小學穿到現在的 他們是不擅長瘋狂去買衣服 所以如果那一陣子 她突然跟你出街說想去買衣服 或者你看到她最近很多新衣服 究竟是有什麼用的呢 就是過去好幾年又不見她想買 突然間不斷買新衣服 其實就是另一個的 clue 令你覺得 嗯 最近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染眉膏 去染眉淺色一點點 我最近有一個新的手法 就是把眉頭這些毛向上動 這陣子很流行 就是這樣去製造出來 好 然後我們就畫鼻影 鼻影也是用16 brand的 鼻影神器 今天我就想化一個大地色系的眼妝 這一盒是sephora.com的眼影 我是不是香港的sephora 我忘了在哪裡 買回來是買一送一 我跟朋友分享了 裏面一共有六隻顏色 你看這個palette都知道是很實用 還有下面已經有教學應該是怎樣用的 首先我會用這個花生的顏色 去做一個眼皮的打底 這個顏色是一個珠光顏色 所以一塗上去眼皮已經打亮了 還有一個立體感 我都會掃一下眼皮的位置 然後我會用這個焦糖的顏色 去塗上雙眼皮疊的位置 你會看到這個眼影的顏色 顯色度都不錯 還有很貼服的 如果用掃去上去 我待會再試一下 左眼用手指上 看看有沒有分別 還有它是完全不飛粉 一點粉都沒有跌到下面 還有我插一個掃去拿粉 一點都不飛粉 這一盒我買的時候是50元左右 因為半價了所以很划算 但是如果你用手指去拿粉 你就會感覺到它那個閃粉的顏色 是有少少粗糙的 不是那些很滑 很creamy的感覺 它是有少少星沙感的 但是一樣都是不飛粉 都很好想的 很貼服 然後用一枝乾淨的掃去塗上眼影 其實我今天是第一次用這個眼影 我覺得蠻漂亮的 以這個大地色來說 它算是挺甜美的 我剛剛忘了試色給大家看 我現在用手 試不同的顏色 這樣你們會看得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 整個眼皮的花生色 然後第二個就是 剛剛化下眼睫位的焦糖色 這個是我一會兒用來掃開眼線的深啡色 然後這個顏色是餅乾色 然後就到兩隻白色 這個是雲尼納的名字 就是一個啞光的白色 最後就是一個帶有珠光的 橡牙色 之後我們就畫眼線了 這一枝是Essence他們給我的眼線筆 我都很久沒試過用黑色和這一類型 扭出來的眼線筆 還有它聲稱自己是一個很長時間 十幾個小時都不會掉的眼線筆 這樣畫是很Smooth的 它不會有深色又淺色 或者很硬很斜皮膚的 它很適合我來畫內眼線 很好啊 但是我嫌它還是不夠小 如果這個眼尾想要一個很小的刀刀 看不看得到它那個鈍的這個位置 就是它不夠沾 要用指甲去幫助它延長就會漂亮 那你會看到兩邊的精神是差很遠 在畫的同時我就說第三個項目 那我就發現了那時候的男朋友 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出現了 就是跟我外出的時候 她會拍一些有趣的東西 但是她是跟我一起外出的 她拍的東西是女生會喜歡的卡通 或者一些可愛的商場裝飾 而且她拍的時候是不會跟你說 然後我就說好可愛 我要先拍下它 她會自己無故密然去拍 然後拍完之後又不出聲 好像這件事是很平常和不關你的事 那時候我就會叮叮 又覺得非常之可以 之後就拿回眼影 用一個朱古力顏色去blank開眼線 除了做一個層次之外 就可以令到眼線沒有那麼兇 到最後我就會用這個炮谷的顏色 去打亮眼皮的中間和臥殘位 然後第四個字的珠絲馬跡 就是你的另一半 突然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 開始很忙 可能你每一次想約她出來 或者她下班有沒事做 或想約她去吃飯 她都有不同的 去看 有時候她會解釋不到為何自己看 只是說那天不空 然後以我 前言不對後語 我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但這件事是比較上有不同的原因 有時候可能她們在準備一些驚喜給你 然後或者是節日 生日前後她開始這樣看 可能是有些東西要準備送給你 那些就不要自己誤會 好 接著我們就塗蜘蛛 這支已經被我用到很髒 是OPERA 我在日本買的蜘蛛 超級好用 原來做了這個薄蛋白之後 完全不需要去夾眼睫毛 非常開心 你看一塗就馬上上來 這邊完全沒有的 然後呢 第五件事呢 我也覺得是最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電話改密碼 那時候是沒有指毛的 那所以呢 其實她改密碼 你見到她開機的那個 動動呢 你是明顯見到她每一次出街 每一次看到你 那個密碼都是不同的 是不是很恐怖呢 這件事 我覺得有沒有必要要去到這樣做呢 但是這件事是我覺得 由之前那些東西 可能是由20%肯定 30%肯定 40%肯定 去到這一刻呢 我就真的 90% 100%肯定 一定是有些東西 還有呢 這個的蜘蛛最好的地方 就是你一 塗完 立刻這樣眨眼 它都不會灑到下眼皮的 而且它是非常纖長得來 濃密度又剛好 所以大家去日本呢 真的去買這支OPERA的蜘蛛 胭脂的部分呢 我就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了 這一盒是Benefit 去年 2018年出的 Palette 很喜歡這支 Galifornia的顏色 它是一個很有元氣 很有焦氣 還有很顯氣色的橙紅色 你看 一塗上來 效果是非常之好 其實你這樣不停地塗上去 你真的覺得橙色比較出一點 但是不會覺得很恐怖 或者要太濃的感覺 都不會有的 然後就到打光影的部分 這一盒是Essence給我的 Glow to Go 你這樣看下去 就會覺得這兩隻顏色 那麼深 怎樣做highlight色 用手摸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點點硬 而且摸到它有一點點粉感 但是以一個開架品牌來說 這樣四隻顏色 我覺得真的很划算 他們寄給我之前 我是不知道香港有得買的 我一直知道台灣有得買Essence這個牌子 你看到其實塗上去 不會顯毛孔 或者很粗糙 很開架的感覺 不會去到尊貴的那種細緻 你會看到它依然做到一個很漂亮 很自然的highlight效果 是會撈起了整個臉 而且我一直用最深的顏色去做highlight 所以我自己是 顏色上是非常之驚喜的 你看 我的鼻子馬上出來了 但是如果你說你本身毛孔真的非常粗大 我覺得都可以去用TESTA試試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沒有什麼毛孔的問題 它不會顯得我的皮膚有很多紋理很乾的 最後唇膏方面 也是用Essence給我的一個Color Boost Matte About Matte 這個顏色的色號是04號色 你看到這個包裝是不是會以為一開 然後這邊就會是嘴巴塗上去 我本身以為是 但原來它是用Lip Gloss棒棒的形式 它的顏色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乾燥玫瑰色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用的 收到之後 所以算是一個初體驗和第一印象 這顏色非常之不錯 很搭配 是很適合我的一個顏色 我這樣近一點給大家看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Lip Balm 所以它是有掀起我一點點的死皮 還有唇紋方面 它是沒有修飾到我的唇紋 但沒有塞在唇紋中間一啟顏色的感覺 它也算是絲滑的 但是 你看到它那個粒就會有少少這個程度 如果 好了 那我已經夾了頭髮 其實你們平時看到我的這個內卷髮型 就一定是夾出來的 剛才我一邊化妝 頭髮是軟的 那些全部都是我天生的軟頭髮 今天這個題目 雖然可能是比較敏感 但我覺得大家身為一個女生 或者是有另一半的人 都要學會好好保護自己 不要被自己蒙在鼓裡 而且有時候 細心點留意身邊人的生活小細節 你就會發現他們一個小改變 其實都蠻顯眼的 我自己的性格 就寧願我知道這件事 起碼我會灑脫一點 譬如那時候 最辛苦 最不開心 是在我開始懷疑 到分手中間那段日子 我想兩三個月 是很辛苦的 不斷哭 然後他又很冷漠 很冷淡 然後自己經常都不開心 然後收得很厲害 但當我發現分手後 原來我猜的東西 我一直懷疑那件事是真的有其事 我真的一天就放下了這個人 當然啦 我都不是那麼灑脫的 都會有在一個實戀的氛圍裡面 過了一點點日子 但至少覺得心頭的一個大石 放下了 既然人家都有另一個目標 或者有一個新的另一半 其實流暖太多都沒有用的 所以今天就有我第一次分享自己的感情事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或者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